台湾南部九位降雨除了受缺水之苦 也要不时提防阴天干雾灶引起的火灾 近期平农县火警频传 甚至还造成横村一名消防员招压伤不治 因此县府为禁止民众烧杂草 祭出放火罪重罚 不过民众对于放火罪还是一头雾水 更担心一不小心就处罚 一定会怕包括自己村长都会怕处罚这个部分 自己也不敢带领村民上次主张说 我们就点燃烟那个树木或是干嘛 因为毕竟要打扫 最后要处理这些草或者设计 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会想要焚烧 但是AQ的规定都说是要如何应变这个措施 那如果消防局接获公务内有火警的同胞 就会通知警察单位来查办 如果真的有致公共危险之余的话 那可能会用防火罪来追溯 14号南河村第八公墓旁发生杂草火警 相关单位一行人到场收证 民众才警觉类似火警的严重性 清明节将近 一般民众有烧纸钱或周遭杂草的习惯 不过县府表示 为防范火灾这些都被禁止 不管是部落还是我们牧原 因为现在天气干燥 都没有下雨 造成很多的树木都干枯 包含树叶都干枯 所以一直造成火灾 真的大家所有的村民朋友们 山山扫木一定要注意 扫出来垃圾的话 跟一些张乱屋的话 是清洁队 就是当地象征公所的清洁队 统治清洁队来处理更清楚 我们最近有寒冷过去 而且也随时都会去督促 象征公所的一个扫墓的作为 不少民众会趁着清明廉价前 先行整理墓园 切记所有烧火行为都是禁止的 如需清除垃圾 请向各象征公所联络 千万不要以身事法 原新闻巴朗 屏东市来意 探访不到